上一段影片就讲了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 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 首先有些感受器 去探测环境外面或者身体内部的 刺激通常都是一些变化 接着信息经过PNS就传回CNS 接着会作出相应的反应 就是透过Effectors效应器 多数都是肌肉来的 都是肌肉来的 接着会做出反应 如果大家学了植物的向性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过程 我们在课题里面 刺激通常是光照射 就是单质光照射的植物 植物是用它的竞尖去感受刺激 对应这个就是它的感受器 然后信息就是Oxid的concentration 生长素的浓度 Oxid是一个物质 所以这个是属于化学信息 然后它的效应器 其实就是Region of elongation 延长区 因为Oxid是不平均的分布 然后就导致在延长区里面 有不平均的生长 然后就会转弯 植物生长就会向着光的方向生长 这个就是一个反应 我们就叫它做Phototropism 向光性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coordination 一个协调 植物探测到环境里面的一些信息 例如光是哪个方向照过来 然后最后经过过程之后 它就向着光源生长 相关的过程已经拍了影片了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刚才植物处理生长方向的时候 涉及到一个chemical signal 一个化学信号 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来说 里面的信号又是什么呢 这段历史涉及两个科学家的故事 一个就是左边的Gavani 另一个就是右边的Furtar 他们两个都是当时在意大利的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不过他们对于科学上的理论 就持有一个相反的立场 事源就是Gavani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就是他用一些金属棒 去接触一个解剖了 即是已经死了的青蛙的时候 发现是可以令到青蛙有些动作 例如最明显的就是脚可以踢 我这里就不拍片 如果大家想看实验 就可以看这里显示了我们的影片 Gavani对这个实验的理解 就是说生物体内是有电的 它就叫做Bio Electricity 即是生物电 接着这个思路有一段时期 他们那个学派的科学家 是会将一些不同的生物串联 例如是几只青蛙串联 接着就作为一个电池 甚至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用青蛙脚绑一些电线 接着就去探测有没有电流 如果有电流的话 那个青蛙脚是会动的 即是真的会动的 所以对于这些实验结果的理解 Gavani就是说 生物例如青蛙 本身是会发电的 但他的好朋友Fokta 就不同意 他就觉得那些电 其实跟生物是没有关系的 是因为Fokta 他做实验的时候 他用了一些金属去接触生物 而只要把那些金属 放在一些盐水里 一样都会发电 但是跟生物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对这个实验的理解 就是Electrochemical cells 即是化学电池 即是跟生物没有关系 全部是化学引起的 Fokta的理解就是正确的 接着他就发明了钢电池 然后去到我们现在用的电芯 或者我们的电话里面的理电池 其实全部都是根据这个思路去发展出来 我们才有今天这么多的科技 所以我们就知道 产生电 其实是有没有生物都不是很重要 现在我们都会用生物去做一些电池 在教学上 譬如初中或者小学 会用一些水果去插一些金属 会探测到有电 其实就是显示生物是导电 而且现在都不会用青蛙 通常会用柠檬 不过有时理论的东西就很有趣 Fokta的理解是相反的 而我们知道Fokta是对的 他也是远比Fokta出名 因为现在我们电压的单位 Fokta就是用Fokta来纪念他 所以用他的名字做一个单位 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 原来生物是真的会产生电 所以Fokta也是对的 那电的来源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知道生物的细胞 有cell membrane 有细胞膜 而cell membrane 就是一个Fosfolipid bilayer 就是一个伦枝双层 就是一层住原体 而在细胞里面和细胞外面 都是一些水溶液 一些Aquitic solution 它里面是用了一些铃子 一些铃子 铃子有正有负 但是这个细胞里面和细胞外面 正负离子 就是positive和negative的Iron 其实那个数目就不一定相同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有一边会带着正电 有一边会带着负电 接着膜的两边 就会有一个potential difference 就是有一个电势差 这个就是透过一些离子 就是透过一些铃子 它们的不平均分布 就会令到cell membrane 一个小胞膜两边 就会有电压 这个就是生物电的基础 而我们又知道 我们一般的食验 是sodium chloride 是绿化纳 其实都是包含了正电 和负电的铃子 这个食验 有些同学会觉得很噁心 你觉得很噁心 就不要看 就是有些田鸡的脚 就是它剝了皮 然后就滲一些盐 那些盐滲了之后 溶在水 就会改变了那些组织 它内外的电压的平衡 接着就会令到肌肉 会收缩 有些运动 或者有时候 如果在家里买一些鱼 例如玩鱼 一块鱼 这是一块鱼的肌肉 可能我们煮的时候 会放些盐 或是放些豉油 豉油里面都有盐 其实也是会改变了 泥脂的分布 接着它有时又会缩下缩下 都是同一个原理 再去到课程 比较厚的部分 就是说 我们怎么会跳呢 接着又是 这里是那个marking 又是跟一些电密充 Electric Impulse 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会有电呢 其实也是跟刚才说的 原理是相通的 就是因为细胞内外的正负离子 就是那些positive or negative iron 电荷分布是不平均而产生的 接着也是这样的跌脑充 在心脏那里传播 接着就会引致整个心动周期 我们下午 ¡ 解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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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